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七章了,我们进入第七章了,第七章是讲这个圆和陕形啊,那这一边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你可以看到呢,要学习的目标很简单的,就是圆形和陕形的周长和面积,那就这样,只是说,呃,这个圆形跟陕形啊,就不是四边形,之前我们上过四边形,上个三角形,对吧, 三角形的面积就底层高出以后,四边形的面积的就比较复杂一点,正方形的,边长平方,呃,长方形,长层宽,呃,菱形,菱形跟菱形跟这个风筝形,是用对角,对角线相呈,呈二分之一,T形的话是上底加下底层高出以后,这就是四边形的,就接下来我们要看圆形的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七点一来看呢,什么是圆,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都看到很多圆形的啊,物体啦,车轮啦,硬币啦,盘子啦,中面啦,等等等等,那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学过啦,我们要画圆的话,我们是用个圆规,圆规是那个,呃,一个是针, 尖尖的那个针,另外一边是那个铅笔的,有没有,ok,那个针就固定一个点,然后呢,圆规旋转360度呢,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圆形来,啊,那个跟O的那个针差的那个位置啊,那个O差的位置,那个针差的位置, 我们叫O,啊,我们也叫它圆形,啊,这个圆形,然后呢,这个圆形跟那个铅笔的距离呢,我们称为半径,啊,我们很多时候用R来表示,因为英文叫radius,ok,radius,然后呢,这个圆形,到圆上的任何一个,呃,线段,都是半径, ok,圆形,到圆形,到圆上的任何一个,线段呢,都是半径,像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它针的位置,这是它铅笔的位置,转一圈,画出来就是圆,这个这针差的位置,我们叫圆形,啊,O就是圆形,ok,然后呢,这个O去到边上的这个距离,呃,就是半径,啊,距离是半径,然后呢,这条线段呢,我们也 叫圆形,如果它是直穿过啊,就变成了这样子到对面的,这一个呢,我们叫直径,啊,我们用英文字母用D,这个D呢,stand for diameter,啊,呃,英文名,啊,的直径啊,ok,所以为什么呢,我们直径是用D,半径是用R,啊,ok,大概是这样子了,so,可以看到出来,啊,在这边有写啦,OA是半径, 半径,啊,OB也是半径,啊,OC也是半径,这样BC的话呢,就叫直径,ok,啊,那,这个呢,关系呢,就是这样子了,D是等于两个R,啊,合理嘛,对不对,这里一片这边,啊,这个一个半径,这里一片半径,啊,就两个半径等于D,或者半径是等于D,这个很逻辑不了啦,没有人背这个公司的,啊,ok,这个呢,是非常简单的,啊,直径, 啊,直径的长是边长,啊,半径的长的两倍,这样子,啊,ok,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画图的,我就不画啦,半径为3cm,也有3cm,啊,量好3cm,插一插,转一转就是了,直径是7cm的话,我们原规划啊,我们一定要是量,只能量那个半径啊,我们没有人量直径的,所以你自己要去 换算一下了,7cm直径,半径就3.5,所以你量的时候呢,量3.5,插一插,再转,ok,然后呢,呃,若一个半径是4cm,直径是多少呢,直径就8cm了,啊,这个是直接乘以2吧,就,考你会不会乘2吧,啊,对,然后,直径是5cm,那半径就是2.5cm,我除以2了,再来看第5呢,哪一个线 是半径是半径,哪一个线是直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半径有哪一些,应该O在这一边吧,啊,所以半径的话,一定要,ok,半径的话,一定要在O,一定要经过O,所以O去他的边,所以OB,OA,其实OB也有,OE也是有,OF也是有,只是说他没有画出来,我就不写,啊,我就不写了, 那这边的直径的话呢,那这边的直径的话呢,是AB了,ok,好,这边的半径呢,这个半径呢,就是OA了,还有OB了,直径就没有了,CD不算直径啊,CD呢,直径我们应该会有介绍一下,CD的名字叫做选,啊,叫做选, 然后这个的话呢,半径,半径有OB了,有OC了,有OG了,它的直径的话呢,啊,必须要直径通过去的,所以是CD,哎,一定,直径一定要经过O,啊,一定要经过O,好像CD是一条直线,有经过O,这样才可以,那有些学生讲,啊,老师CD这个算了,CD, 它有没有经过O,没有经过O,不行,啊,这样这个AB是直径,为什么它有经过O,啊,这样可以,这样EF有可以吗,EF就不行啊,因为没有经过O,CD也没有经过O,啊,它也不是半径,因为它也没有到O,这样子,啊,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 OK,很简单啊,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周长了,周长,我们只要去测到周长来,这个要讲到以前的话呢,那个,啊,以前,很久以前呢,他们是用,呃,4CM,他就画在印卡上4CM,5CM,6CM,7CM的圆,OK,那圆上呢,他就做了一个起点的,作为一个, 啊,机号,过后呢,他在一个场子上啊,他就绕一圈,啊,像这样子啊,做一个起点,然后呢,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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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他绕一圈,啊,算他这个的长度,OK,说4CM那个,他就做一次5CM,做一次6CM,做一次7CM,做一次,然后呢,就计算出来,哎,那个周长是多少,啊,这个周长是多少,这个周长是多少,这个周长是多少,以此类推算出来, 的量出来,然后呢,再计算他中长处理直径的一个,关系,他发现到呢,我不知道这里是多少,但是,我知道,这个的,比例,他们都算到,很靠近了,啊,3.14,15, 嗯,嗯,3.14,啦,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词没有这么精准,啊,我们相信他应该会,都会算到3.14,也就是说,我推算一下,啊,3.14,直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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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3.14,所以4乘3.14算到多少,4乘3.14, ok,只 Planeta,12.16 IQ。 12.56的计算量不到 所以如果我是12.6呢 12.6 我除以4 13.15 5乘以3.14 其实真正来讲,它应该是算到拍 就4拍 你可能算到近位这样子的,算到12.6 然后5拍 你算到,测量应该是一位小数 6拍 测量 测量到18.8 然后7拍 7拍,算到22.0 所以最后呢,你算出来这个 数目啊,22除以7 这个就算到3.1428 3.143 3.143 3.143 然后18.8 除以6 就是3.133 15.7 15.7 除以4 除以4 3.14 这样子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12.6 12.6 除以4 大概是这样子的话,大概算到这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的值很靠近了某个上 有个比值,对吧 好像是3.14 左右 这样子 当然他们做了很多的 很多这种测量了之后呢 再经过那种精密的这个数学的运算 他们得出来这个比例,我们把它称为圆周率 也就是叫做Pi 读成Pi Pi 其实读Pi 只是说,因为Pi 很多人就开始讲Pi是什么?Pi 不是,它是Pi 读音 但是呢,这个符号的其实是希腊的符号 然后呢,他们是Cpi 那我们有 这个比值得到的是Pi的话,直径乘过去 就会得到Pi乘直径等于圆周 那直径如果我换成半径的话呢,就是得到半径乘2 对不对?就是2Pi 半径 所以我们比较常背的是前面这一个 圆周等于2Pi 我们比较少用到D 我们比较少用D 当然它也是非常 也是可以用的,如果你用D的话就Pi 那这个Pi,其实我们证实了它是一个五里数 五里数 那 现在他们也找到小数点后面三千万个数字了 但是呢,也找不到它的规律性 所以也就是说它真的是非常的无理 这个是五里数 有里数跟五里数我们有介绍过 我们的实数,我们的数线 我们常用的那种数线 我们的数线是一个实数 而实数分成了有里数跟五里数 有里数怎么讲呢? 它就是可以用两个帧数的分数来代表 所以要码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循环的小数 要码就是循环小数 要码就是 循环的小数就是有里数 那这些是五里数的话呢,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这个Pi 其实第一个发现到的五里数是根耗2 根耗2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人,他发现到了这个五里数 他被推,他被丢下来 以前很残暴 他其实就是因为毕师定理就讲述 毕师定理那个时候讲出来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 如果是ECM跟ECM那个斜 算出来是根耗2 而这个根耗2 你不管怎样都没有办法用两个整数来代表 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数,这个五里数 结果他就被你读下来 详细的故事 有兴趣可以找一下 上网找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Pi 这个Pi的值 稍微的知道一下呢 它其实介于这个3.1415926 跟3.1415927之间 那你可以看到计算机给的是多少 计算机给的是3.14159265 我大概计3.1415926 我大概计3.1415926 这样子的 我计到很多 92650这样的话 ok,so这个就是我们的 介于这两个之间 当然计算来讲 这个如果我们用这么长的数字 这么长串的数字 非常难计算 对不对 那这个 我们初中的阶段 我们要么会给你用3.14 就好 再不然我们用7分之22 作为一个近视值 就方便你们没有计算机的时候 可以用这两个 来作为一个近视值的计算 7分之22 这个笔值也是由这个祖冲之 讲出来 这个祖冲之呢 每次就讲到这个中国的人物 因为他是在429年到500年 这一段的时间的数学家 天文学家 他是历史上地位呢 算出比较精准的 以前他们只是觉得说 应该是大概靠近3 非常粗略 他就比较精准的 算到是3.1415926 跟3.1415927之间 过后呢 你有兴趣啊 就找一下他的资料 他找到了这两个数之间的之后呢 他也为了方便大家计算 他就提出说 你可以用7分之22 他叫他月率 然后呢 月率啊 就是没有这么准的 但是你讲说没有这么准 那个3.14159 对吧 我们用22除以7来讲 他是3.142 3.143 所以基本上呢 前三位 前两位小数呢 都已经是准确的 然后密率的话呢 他甚至提出了 355 113分之355 这个是密率 更加准确一些 这是密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按计算机看一下 355 355 355 除以113 他就提出来说 这个是密率 如果你要更准确 你可以用这个 3.14159292 3.14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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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密率来讲 他就相当准确的 他就相当准确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他的 祖虫 祖虫子 他就提出来说 你可以用 7分之22 或者这个300 我每次记不说 355 除以13 来代替 就是 这是密率 密率 啊 这样子 对吧 我写上第一场 我写上第一场 第一场 这是密率 啊 这是叫月域 二十二十七 二十二十七 是密 月域 哎 也是 祖虫子 所以我们不要想象多了 啊 这是故事吧 意思故事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样啊 去计算出他的周长 像这个半径是7 啊 请问圆的周长是周长 二拍啊 你的拍放七分之22 为什么我们很喜欢哦 把那个半径啊 给学生的时候呢 就给7啊 或者7的倍数 因为这个月率呢 我们的分母用7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7可以直接月 所以2乘22等于44 所以你会看到7CM的话哦 半径7CM 你就会算到周长呢 就非常靠近40 啊 而且甚至你会觉得是整数 其实不是整数 其实不是整数 只是说我们用这个月率的话呢 他就会靠近这个整数 我们就当做啊 他是这个 OK 再来看一下下一题啊 以至一个圆的周长是62.8 直径呢 求他的直径 如果我给你说他的拍用3.14的话 啊 直径是多少 所以这边因为直接要找直径哦 你可以用C等于拍D 啊 3.14放进来拉过去除 你分子乘以100分母乘以100 314啊 628 你会放掉314乘2啊 628 所以月减之后就得到20 所以他的半径呃 直径是20 半径就是10 哎 半径就是10 U图我们有AED是半远 ABCD是长方径 所以这个图形的周长怎么算 像这一边我们知道AB是25 CD也是25 AD是14 将BD BC也是14 AD是14 就代表他的直径是14 半径就是7 OK 所以当然他这边是半远 你可以讲说他是2分之1 拍D 然后D释放了14 月减得到7 得到7拍 那 为什么他这样子放呢 为什么他不要把那个7分子22放进来 你有时候你要看他的题目的要求 他的题目要求说答案已拍 表示你的拍就不要带进去了 那你就拍不要带任何词 你就放回拍在那边 啊 虽然这个是啊 可以 那个是 7是可以跃的啊 这个是相差不多靠这个22 那 呃这边因为他要求的 然后把拍放在啊 拍放这 所以我们把2月掉了得到7 得到7拍 过后这里是25加25加14再加这个7拍 啊就得到64加7拍 这个就是他的周长 OK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一支一个圆的子庆是80 请问他周长是多少 拍用3.14 OK 所以我们的C是等于拍D 拍是3.14 D是8 4832 818 910 101 324加1 25 所以是25.1 啊 12 应该是这样子 拍D 哦 然后呢 下一题 周长是33 请问半斤是多少 周长 是等于2拍R 所以如果我的这个是33 2乘22除以7 再乘以8的话 那我的7拉过去就放成乘 所以是33乘以7 再除以44 2乘22 越减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 73 21 我们越减11 分子剩下3 73 就21 分母就剩下10 所以如果你要除出来 大概是 50 20 25 20 25 CM OK 没有问题啊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所以 期待 有种